HELLO 大家好,安安,我是李佑 想問你平常有在蝦皮買東西的習慣嗎? 我自己本身可以說是蝦皮的大戶 我只要想到要買什麼哩哩口口的東西 第一時間一定會先上蝦皮搜尋 最近我就剛買了一個牙刷杯 然後一個Soundboard的耳膠式耳機 還有一些蟑螂藥 那通常在買東西前呢 我一定會去看這個商品的售出數量 還有這個商家的評價有沒有超過4.5顆星 值不值得信任外 另外我一定會去看買家的評論 看看這個東西的材質、顏色 符不符合我的期待 那還有另外一個選購的重點 就是我一定會選快速出貨 或是出貨地點優先選擇台灣 主要是因為你買東西 一定會希望可以趕快拿到 另外一方面也會想說 如果是台灣產製的 商品會比較有保障 後續退換貨也會比較方便 那其實蝦皮上有蠻多都是中國賣家的 如果你發現這個商品的出貨天數要10到20天 那它很高機率是從海外運過來的 那我就會想說 如果既然都要等了 我幹嘛不直接上淘寶買 還要在蝦皮上多花錢 只是近期在蝦皮上買東西的時候 蠻常會碰到 它明明出貨地點是在台灣 又或者是標榜快速出貨 但是當你把它放進購物車 要進到下單頁面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一個滿額鎮 或是保固卡之類的商品 下面就會標註一個小小的較長背貨 而且這個通常你不能不選 不然就會沒辦法下單成功 只是當你點進商品的頁面之後 你就會發現它要10到20天的出貨時間 但一般人可能沒發現就會掉入陷阱 像我之前很敢要買一個行李箱套的時候 它的商家名就是寫桃園的現貨 結果我等了十幾天商品還沒來 我還一直追問店家說 欸減號錢會不會收到啊 搞到我非常的焦慮 那我後來看到網路上有人討論才知道 這很可能是中國賣家 洋裝成台灣賣家的一個手法 他們就是藉由提供便宜的滿額鎮禮物 或是一些保固卡的方式 來拖延出貨時間 那通常會讓你等7到20天以上 那這樣就很不老實啊 因為蝦皮基本上都會希望賣家 可以在三天內出貨嘛 假設我真的很喜歡你的商品 要等我願意啊 你就明白告訴我要較長背貨嘛 而不是我明明很急著要你的東西 可是你卻用這種手法來欺騙買家 就很不可取啦 那可能也是因為近期太多人發現這個問題 蝦皮他們也寄出了全新的政策 表示從8月17號開始會增加滿額鎮商品的限制 未來呢 滿額鎮商品的備貨天數不可以超過主商品的備貨天數 如果違反規定8月24號開始呢 會陸續將這些贈品永久刪除 也就是說如果你的主商品備貨天數是三天 那你滿額鎮的商品就備貨天數不能超過三天 我覺得這樣做很好也可以避免國外商家不老實 洋裝成台灣賣家的情況 對消費者來說比較有保障啦 你呢你有遇過明明是寫快速出貨 結果等超久才到貨的狀況嗎 還是有碰過其他的情況 也都可以在底下留言跟我分享哦 希望大家以後買東西都可以遇到 老老實實的優良賣家啦 那我們今天科技小電報就到這 喜歡影片不要忘了按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我是李悠,我們就下次見啦 掰掰 掰掰